北京时间9月30日,NBA季前赛继续进行,未免冠军勇士首度亮相,他们对手是森林郎。 在球队和姓巴特勒提出交易申请后,森林郎的队内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而在夏天与森林郎签下一年短月的罗斯责备西伯度紧上了首发分位的位置来顶替巴特勒,罗斯也没让老N师失望。 当所有人都在外线势头,寻找手感的时候,罗斯标志性的突破,成为了赛场上的一道风景线,他一次次毫无保留地冲向内线,有几次甚至狠狠地摔出了场外,不由得让人为他担心,他完全没有把这当成一场季前赛。 解说断然也多次称赞罗斯,说他是场上最卖力的,出场21分钟,石头又重,拿下全队第二高的16分,罗斯的首秀堪称完美,经历了从芝加哥脚子到最年轻类MVP再到一无所有,伤病毁了罗斯的一切,但却从没有磨灭他的意志。 虽然罗斯无法像之前那样carry全场,但他敬业的精神和毫无保留,的贡献,确实是年轻球员的楷模。 阿特勒的交易一触即发,估计一周内就能尘埃落定,罗斯很有可能变成球队的常规首发FG。 他强烈的攻击欲望和突破肢裂防线的能力以及老公牛的体系,让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稳固。 曾经的凤城没够可能要重获先生了。